歡迎收看香港《新海革命時代》 用回貨幣戰爭的角度來看 新海革命其實都可以說要貨幣戰爭的副產品 包括保勞運動等等 是否本來這個革命是可以避免的 是不是本來晚晶是有機會長期管下去 理論上因為晚清的起義 所謂的辛亥革命 他不像歷史上 比如說明朝 流氓四起 加上外敵 中國當時的外敵也沒有以滅亡中國 日本可能有以滅亡中國 但是美國提出了開放門戶政策 在1900年代前後 所以保持了中國的領土完整 在美國的支持之下 加上日本在隔五戰爭 希望大規模各距中國東北的領土 但是出現了所謂三國還寮事件 一些外國的西方勢力 壓迫日本 迫它歸還寮東半島 所以其實 明朝的滅亡或者是元朝的滅亡 這些都有大規模的外力入侵 晚清其實沒有大規模外力入侵 希望導致政府滅亡 甚至乎光水皇帝獲得很多西方國家的支持 希望他繼續做皇帝 因為對西方列強來說 如果滅亡了四分五裂 對他們做生意是不利的 沒有了一個龐大的廣大的勞動人口和市場 所以是不利的 所以他沒有外力的問題 也沒有 比如說漢代黃金之亂 唐代王朝之亂 大規模的農民起義 因為農民起義已經在太平天國運動以後昇離了 所以清朝本身理論上不應該在那個時候滅亡的 我們可以假定大膽假設 如果光水皇帝推行八日維新成功的話 這個革命派其實也沒有市場 理論上應該是這樣的 但是歷史有很多巧合導致他滅亡了 這也是無可樂何的 所以後來有些學者在1980年代 提出所謂的告別革命 李澤厚金觀圖、劉青鋒他們提出這些理論 就說清朝其實很好的 純粹說生活是要跪下的 就比起民國的年代四分五裂 袁世凱亂政 段祺瑞 鹽石山這些時代是好很多的 所以有些人就開始懷念清朝 原因就是這個意思 其實有沒有可能他避免到這個結局呢 就是說我們說回如果純粹是貨幣的問題 那有沒有可能提出一個結構性的解決 令到他不需要去到歷史這樣發展 其實 剛才所說中國的制度是很奇怪的 因為它是一個中央集權 它不知道地方民間的疾苦 其實明明可以避免的 就是當嘉興道光年間的銀價急升的時候 你只需要廢除了一條邊法 所以要求用白銀作為交稅 改回用銅錢 基本上就不合理地這樣收稅 太平天國運動其實可以避免的 如果你調整稅收制度 因為純粹是 你可以幻想一下 你是地方 你是廣西的農民 你要 原本買100斤米換到一兩銀 現在因為銀價急升 你要買500斤米才換到一兩銀 但是政府仍然要收銀 我怎麼生活呢? 我是生活不了 我就金田村起義 就加入紅壽泉 其實就是因為中央集權 導致他不了解地方 或者即使地方有 這種意見是他們上奏 但是中央也不會理會 因為中央他們 那些人根本沒有下過去地方 他們不認知這個銀的問題 而且凡是說錢就說 紙行言利 與名與人 士大夫就說這些事情 所以是沒辦法解決的 這是制度的問題 去到晚清其實形勢大好 因為銀價回到一個合理的水平 中國因為這樣出現了一個小繁榮 晚清的小繁榮 就是1880年代以後出現了經濟小繁榮 所以 這也是因為制度問題沒有適應 所以這也是無可奈何的事情 所以剛剛說光碎皇帝說要搞金本位 但是中國根本沒有金他也不知道 要傳召張之洞 盛宣懷他們問才知道 所以這也是皇帝制度的荒謬 其實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到了民國的年間 不同的軍閥他們 有多少人真的意識到要根本解決這個貨幣的問題 還是全部都是總之時代有一個外援 那麼就借著錢就算了 就是有沒有一些比較有軟件的人 在那個年代提出了解決辦法 提出的人是有的 但是就無從解決 民國的時期 中國也不需要特別去解決 因為正如剛剛所說 去到1920年代以前 世界各國仍然是熱衷 追求金本位 拋售白銀 中國是獲得一些好處的 在那個時候 獲得一些好處的 譬如說袁世凱仍然是大規模銀元 所以我們後來民國或者到現在 在市場上都流通的袁大頭 就是那個時候來的 用袁世凱的大頭 因為 這很有趣的 西方的白銀 我們中國人就叫佛頭銀 或者叫墨西哥鷹羊 所以叫大洋 一般如果他是鷹就叫大洋 如果有一個人 譬如說西班牙的國王 他就叫佛頭銀 就以為他是佛 因為中國人看到的樣子好像佛像一樣 鬼鬼的 也是一種說法 我老師林滿雄教授剛剛發表了這個佛頭銀與中國貨幣圖像的論文 專門說這個問題 中國到了民國的時期 都是受貨幣價錢的低落 就是白銀的拋售 其實獲得一些好處 直到1930年代就出現了逆轉 所以有一些研究者就說1930年代因為很多國家又放棄了金本位 又放棄了金本位 因為隨著華爾街金融爆破 很多國家又開始放棄了金本位 改用信用本位政策 在這個時候 中國的白銀的價錢受到衝擊 所以有些人就說 甚至乎那個人很出名 就叫費利文 費利文 就是美國芝加哥大學的 芝加哥學派一個重要的人物 就說 美國人要為蔣介石的失敗要負上極大的責任 就是這個限銀政策 美國人推出了限購白銀政策 所以導致中國的白銀價格波動 而因為白銀價格波動 蔣介石就要推出金元券 古靈精怪那些貨幣政策 導致蔣介石馬上崩壞 這是1930至1940年代的故事 當然這個在學術界、經濟史學界 就未必很認同 只是一個大膽的假設而已 還要更多數據才可以推論到這個結論出來 到了二戰之後 國共內戰期間上海那些非常誇張的通貨膨脹 看回現在叫做政治正確史書 也有列出來這些是為何國民黨失敗的原因之一 但是我們看回後 其實這些數字是否又可以避免的呢 當時美國也有政策 大概是如何處理中國的呢 為何會左右這些事發生呢 這個是不是可以避免很難說 因為剛才所說的 1930年代以後 很多西方國家轉用了信用貨幣政策 因為金本衛走到末路 為什麼金本衛走到末路呢 隨著更多的工業化國家崛起呢 他們都需要用貨幣擴張 但是問題是金礦就不可以隨意擴張 你沒辦法不斷掘金出來 就是說金的價格就會去到一個不合理的高位 就因為譬如說德國的崛起 意大利的崛起 英國美國的經濟的範圍 所以大家對金的需求也很高 但是金本衛就限制了他們國家發行貨幣的數量 所以就導致他們沒辦法繼續擴張經濟 尤其是華爾街金融破滅之後 泡沫破滅之後 所以他改用信用本位 在這個時候 中國蔣介石政府 理論上就應該要轉向信用本位 但是他們沒什麼信用 因為他不是一個完整統一的政府 你不是一個完整統一的政府 你發行的貨幣必然是沒有足夠信用的 加上國民黨貪污腐敗 這個是不是可以避免 如果你跟隨了貪污腐敗 政府有信用 大家相信蔣介石是不會亂引銀子的 理論上可以避免的 不過歷史就沒辦法 如果國民黨根本是無法清除腐敗問題 這是第一 第二 也無法清除軍閥 尤其是當時共產黨和蘇聯控制了相當的土地 無法 所以轉不到 加上那個時候他不可能走回頭走這個金本位 中國沒有足夠的金可以做到這件事 所以他唯一的方法就是只能夠用銀 但問題是銀 就是國際上已經不再是一個貨幣了 英國人已經用來做碗碟 你在時候用銀 加上國際形勢的改變 所以蔣介石的失敗也是無可奈何 反過來 去到49年之後 在台灣 這邊也有不少劇集會探討這個問題 為什麼用同樣的方式可以搞定台灣的貨幣呢 台灣因為人口少 其實那時候台灣真的數百萬人口 所以也是一個統一完整的政府 你發行送用貨幣的時候 就必須要是統一完整的政府 人家覺得你這個政府 不會有其他人出現假鈔 因為如果軍閥的話 其他軍閥又會印鈔 就會出現了劣幣驅逐良幣 所以台灣不會 它是封鎖的 一個島裡面發行台幣 後來發行新台幣 這個島裡面 你就不會有其他人大量運假鈔 其實有的 共產黨印了假鈔 然後經過偷渡客進來 試圖擾亂台灣的金融市場 但是 它相對來說 比較嚴密的防守 就是清除匪諜 諜報 情況 就有限度地壓止了 共產黨將假鈔運進來 造成金融混亂的風險 事實上有很多民憲 看到台灣的懲治機構 抓到很多共匪拿假鈔 這是有的 但是問題的數量不大到足夠 就搗亂了整個台灣的金融體系 所以我們今天說 即今時今日的貨幣戰爭 中國和美國的博弈 看回中華人民共和國 這個政權成立的時期 其實它是否本來 想著所有推倒重來 還是它其實都想著 會承繼一些前朝的政策呢 是誰去定義 異端、邪說、妖言或眾 《街坊眾神》 是一本由香港社會底層出發 以公眾輿論的角度 所理香港複雜 而多層次的歷史 香港存在著各種來源不同的宗教 但是彼此之間 從來都沒有出現過重大的爭執 可以說是十九世紀以來 一個重大奇蹟 《街坊眾神》 以街坊圍爐八卦的角度 走入十二位奇人議席的原目日常 它是推倒重來的 因為第一它就是行社會主義 就跟以前的資本主義 官僚資本主義 小資產階級完全各列 所以它發行人民幣 人民幣就是信用貨幣 而且它是一個統一政府 所以你強迫使用 在這樣的情況 就沒有出現劣幣驅逐良幣 你不可能在旁邊大量 有個軍閥在那裡印假人民幣出來 因為以前的印鈔技術 當然跟今天不能夠相提並論 所以如果不是統一政府的話 是假鈔出現 劣幣驅逐良幣就會導致金融的顛覆 所以共產黨可以有效地做了這件事 大規模印人民幣 還有其他的糧票 這樣的情況 沒有金融市場出現 因為1953年之後 上海金融市場基本上已經消失了 所以50年代以後 中國大陸變成了一個自給自足的 一個內向型的社會 對貨幣的需求也不是這麼大 好像今天朝鮮也不會出現貨幣 貨幣戰爭或者貨幣革命 原理也一樣 都是去到北韓來自很有趣的 我記得去到當地旅行的時候 他有些官方對美元的價位 我們遊客當然會找到黑市價 或者是差超遠 這樣的情況在現在中國 要和全世界做生意了 其實慢慢就會見到最初的信用制度 現在是不是都開始要被顛覆呢 因為你很難完全地掌控 所以就有了香港這樣的安全法 你有一些重力在香港市場做 但是到了最後 會不會都是隨便買一邊 要不就全面掌控 包括香港 要不就全國的掌控是崩潰 你覺得是不是會朝隨便的方向發展 因為這個涉及另一個問題 就是人民幣國際化問題 為什麼過去幾十年大家會相信美元呢 美元是不斷印鈔的 兩法寬鬆的 但是為什麼大家會相信美元呢 因為現在是信用貨幣的年代 人們覺得美國不會突然倒台 因為美國是一個民主社會 共和黨倒台 民主黨倒台 但是不會美國倒台 所以他們就會選擇用美元作為一個國際交易媒介 現在有些國家漸漸轉向了人民幣 但是人們會不會相信中國共產黨不會倒台 是不是永垂不撩 首先 是不是好像美國政府或者英國政府一樣 英鎊可以用這麼多年 無論哪一個王朝倒台或者哪一個執政黨轉換 英鎊仍然是英鎊 美元仍然是美元 共產黨倒台 的話成立一個新的國家 人民幣仍然是不是人民幣呢 毛澤東的頭象仍然是不是毛澤東的頭象呢 人民幣國際化關鍵就是人們相不相信共產黨會永垂不撩這個問題 很明顯這個問題不是每個人會相信 現在那些阿菲拉兄弟就是沒有什麼選擇 說阿根廷那些沒有美元或者俄羅斯被制裁 或者中東有些用石油的就會用人民幣 但是其他國際社會 日本 韓國 中國最大的貿易夥伴這些 歐盟 或者是東盟 這些國家願不願意用人民幣呢 這就是一個問題 如果不願意完全轉向人民幣 未來的社會可能是多元 美元為主 現在人民幣可能多了幾個百分比 但是英鎊仍然比人民幣大 歐元仍然排第二 所以人民幣從第四到第二或者第一 其實就是要涉及別人對共產黨是否永垂不撩這個考量 如果不是對共產黨認為永垂不撩 港元呢 因為港元是跟美元掛鉤的 所以香港的港元角色 作為美元或者人民幣的結算中心 仍然有一些作用的本身 但是問題現在香港在西方 在美國的角度又覺得 你都不像以前的香港 所以香港的角色就會減退 那個矛盾就是在這裏 你說到那個信任機制 其實中國的貨幣有什麼可以支撐呢 就是你多了一點也有些東西撐住那個價位 其實跟回金的儲備 就是因為有美元的我會儲備 還是純粹說一個純子 人民幣相對我認為 現在還是可靠的 因為它還有大量的國有企業支持 就是如果中國 就是我一向不認同所謂的支爆 中國崩潰論 就是如果中國經濟真的崩潰的話 中國的政府會崩潰 但是中國的經濟理論上不會崩潰 因為它還有大量數以十萬億計的資產的國有企業 其實可以變成的 其實這些錢就可以支撐住人民幣 加上它還是有持最大量的美元的國家 作為外匯儲備 所以理論上我相信是 所謂的支爆論是誇大了事實 只要賣光國有企業 再將一些政府服務、私有化 其實那裡已經可以換來大量的貨幣 可以支撐到人民幣發展 其實本身應該是這樣的 當然前提就是 執政黨可能會完結 但是中國經濟不會完結 我最後看回一個評論 我們看回近20年 中國的貨幣戰爭這套書是非常流行的 裡面當然有很多陰謀論 但是也有一些是一般人覺得是科普通式 但是裡面的結論就有很多人害怕 誰控制到貨幣呢 控制到全世界 然後看完讀者就認為 我們做這些就可以了 你覺得用這個觀念去叫做 教化一般人貨幣戰爭的概念 以你本身研究開這個範疇 你覺得是否合適 或者一個問題會在哪裡 宋鴻冰那一套 其實我也認為過了時 他是90年代尾 2000年代初一套理論 在1975年 著名的貨幣經濟學大師 凱耶克 就是奧地利的著名的經濟學家 提出了貨幣去國家化 非國家化 他認為國家是偷錢的 因為他印銀子兩百寬鬆 所以有一天他預言 就是人民會自己發明新的貨幣 而這些貨幣不是國家發行 而那些貨幣就會成為主流 結果在前幾年 十年八年前 虛擬貨幣出現了 其實就是引證了凱耶克那一套 未來的貨幣戰爭 我認為就是虛擬貨幣 區塊鏈貨幣和美元 或者和人民幣之間的戰爭 多於美元和人民幣之間的戰爭 因為美國政府想密密打擊這些虛擬貨幣 虛擬貨幣就是剝奪了政府可以無限發尚的權力 也剝奪了政府監控人民的權力 所以虛擬貨幣現在會破產很多 會不斷破產 因為剛剛發展的期間 但是可能再過三四十年 可能就會變成一個市場上 足以圖美元和人民幣抗衡 如果到時還有人民幣的話 可以和它抗衡的一個貨幣 所以未來的貨幣戰爭 我不認為好像是宋宏兵 用過去幾百年的思想 可以理解到的一個模式 而是虛擬貨幣和主權貨幣之間的戰爭 這個才是人民和政府之間的戰爭 就是未來的貨幣戰爭 這裡補充多一句 因為有些朋友就會覺得 中國自己也可以政府製造比特幣 一般人覺得這些虛擬貨幣去中心化 但是以中國共產黨的邏輯 他也可以做一些高度中心化的所謂虛擬貨幣出來 這個前景你怎麼看呢? 沒有意義的 因為虛擬貨幣的目的就是要去中心化 不讓政府剝削 如果你政府做一個虛擬貨幣 其實也是政府剝削 因為政府可以無限發尚 當政府可以無限發尚的時候 虛擬貨幣就不存在意義了 而且它可以監控人民 因為整個虛擬貨幣理論就是要去監控 是不是? 當然它也出現了問題 綁架納索會用虛擬貨幣 最後市場如果根據古典經濟學 就會找到一個平衡 如何在綁架索索 洗黑錢和對抗政府之間有一條界線 可能市場慢慢要幾十年才會形成到 但是人民幣的虛擬貨幣是不可能成功的 這個好像雄安新區那樣 是不會發展出來的 這個vlog我想大家都覺得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今天先談到這裡 如果大家對剛才的題目有興趣 我相信趙博有大量的資訊 可以再長期供應 我們今天先談到這裡 我們有機會再談 謝謝 拜拜 拜拜